一棟房子,這樣也不好 你不能說,我剛才在這裡,你把這棟卡住,這是別人的家 所以你要用什麼來破解掉 大概我們等一下會談說,像這一些 既然你住了以後,你就 你不安心的時候,你大概可以用什麼方法來改變 這樣的一個不好的行善 像這個都比較有關係會訴訟病重 那像這個,叫做天展上 你住這一棟,剛好看出去 我家,我在買的時候沒有,在前方沒有這個 在三、四年前蓋了起來,我也沒辦法對不對 但是還好,你問我說,你住在這棟,有天展上怎麼辦 我說,那你看天展上離你家的距離 如果說,這個是二層樓,一層是大概十尺嘛 十瓶,那二十瓶,那二十幾瓶嘛 二百幾瓶啦 那你現在這一棟跟這個距離如果超過兩倍 就是四百尺齁,四百瓶以上 這樣就沒差了 那如果說,兩百尺,你是一百五十尺離你很近 它地震壓下來就會把你壓到 那當然這個,這個險就很重了嘛 那很重當然也有結的辦法 這個就是破財意外 好,那住這一棟 它的左邊有一棟高樓,這樣好不好 左邊好嗎 左邊好嗎 左邊讓青樓嘛 對,就有權有威嘛 因為我給你聽來 貴人,你做什麼我都可以幫忙 但不是他真的來幫忙 就是你在行運的過程裡面齁 你在怕我的時候齁 還是你在做生意的時候 你住在哪裡 對,生意開心的 好,那一樣喔,你住這一棟 那旁邊有工廠屁股股,好不好 沒關係,青樓不怕吵 白虎就怕 所以說你在住家的 右邊白虎邊 如果有工廠 或者放馬達 或者你在你的桌子上 這裡放電風扇 白虎邊,右邊白虎邊 那電風扇你打 這隻白虎本來是在睡覺 被你一吵,它就想要咬你 咬你不是你會怎麼樣 你就是你每天精神緊張 然後到外面比較容易受傷 好,破彩雪光都會 那不再說在白虎的方面 在現在流行的一個叫做 行家陽仔雪 他就不看了方位了喔 只要給你看 哪有手臂,這麼手臂 這樣他就斷得很準 所以不再說我們了解 右邊今天就不要放鬥了 白虎怕鬧,輕樓怕臭 輕樓怕臭 所以你家的廁所如果是在你家的左邊 一家要出的比較不會出的 大概比較不會讀書 左邊,輕樓左邊是比較怕臭的 右邊比較怕鬧的 所以新義皇后有找我去看一個房子 已經蓋了蠻多年喔 這一大棟的房子裡面 大概有七八十戶 就是在最右邊的邊間的一樓 他整七八十戶的停車場 都是要經過他們右邊進到地下停車場 那他這一棟是屬於 右邊叫什麼方在動 對嘛,就是整棟裡面的右邊進車道進出 那白虎是不是怕鬧,怕吵 八十隻老虎都住在這裡 那你車子每天這八十隻老虎都在 如果有一隻脾氣比較不好 就會咬到剛好就是你輸家這一戶 所以這一戶已經 單瓶已經降到比其他的戶三萬塊以下 都還沒人敢買 表示說有人雖然不信的話 但是他也會提防一下 但是賣房子總不可能說蓋了 只要這種格局一間都賣賣賣的 有很多就是基督徒啦 他根本不信的風水他就會去買 這個沒有所謂對錯啦 只是我們如果認為他有影響 我們就盡量用 等一下要賣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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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失業印賣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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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叫壁刀 我們電視交易到這樣 教育那麼久了 家裡面看出去 如果有對面打樓的壁刀 電線桿啊什麼一些啥 你家裡就會怎麼樣怎麼樣 我那個配合的客戶就說 對對對 壁刀代表的是一個風扇 你看這個住在這裡 風一吹過來它已經吹過去 剛好直接往這裡來 所以叫做壁刀叫做風扇 那風扇你看看這樣 現在所有硬塊的金屬 鋸片都沒管用 雷射也沒管用 最厲害的叫做水刀 水這樣我就抬抗 表示說這個風扇無形之中 也傷到裡面的住家的成員 所以這個叫做壁刀 那又有一個建築物 有形就會有那種煞 建築物又回頭 你看又突出來 叫做它要在右前方 這一棟右前方叫做白虎的房子 又是壁刀 又這樣叫做白虎回頭帶到 哇所以你住到這一間 如果有前面右前方有這種建築物 表示真的無故受人欺負下屬 子孫武力 獲釋不斷 這樣怎麼樣 就它卡掉了 不可憐 那待會兒看看 那你的房間如果還有這個壁刀 大概怎麼辦 那明堂 住家的前面很開闊 子孫胸襟開朗 明堂聚水當然有水好 但是如果很圓的水 那這個叫做反弓 反弓就是反彈 像高雄市政府它本來也做一個梅花形的花園 在市議會的前面 那些人侃侃傻傻 在前幾年 就是因為反攻 大家都不能尊重對方的意見 地理師總共去了十個 十個人所斷的都不一樣 到最後把它整理起來 就是說在不能把梅花形的花圖水池把它打掉之前 在這個反攻的前面 跟大門口的前面就種一排樹把它圍起來 讓所有反攻的部分由樹來阻擋 現在你看什麼 和比較好了 比較不會打打殺殺 高雄市議會那些品店天花板 就做了一個很漂亮的藝術的畫 就是一灘血 所以那時候槍擊案就是在十一位產生 你看剛才老師裡面看 哇 這樣一坨血 順便這裡有一些意外傷亡 哇 原來 一灘血在那邊 但是做造型 結果就是一灘血 好 那個明堂不修 就是前面如果很髒案 就是比較會有口角 因為髒嘛 就是會有髒話出現 不是台中出現 好 我上個月才來台北斷一家 來看一家陽仔 他是在板橋 他買一間房子 那是大概二十層樓吧 那他買的是七層 第七層吧 好他買了一千多萬 然後很高興 結果他客廳一看出去 剛好就是對面一層樓的 七層樓的頂樓花園 做這個好像是現在 這兩千多萬 木廢好像是廚房這樣一整的 然後又很尖 他每天上班要休息 坐著一看過去 他差到要死 他就不知道怎麼探偏 他就問到台中找我上來 那我說你買了怎麼辦 他說對啊買了怎麼辦 我說有行就有過嘛 你心裡能夠克服為原則 那外面現在最流行的方法 就是用山海鎮 電視也都一直在報導 那你就裝一個 然後窗簾大概啦 如果說平常的他就關起來 不要去看到他嘛 然後我就幫他 誒 教他怎麼安裝 那裝了以後 這一個月之內就幫我介紹了好幾個人 給我看陽仔 他說真的有效 你們認為真的有效嗎 是 一個山海鎮 山海鎮是一個鏡子嘛 上面畫一座山 那一座海 那有效 他的心裡就說 這樣很好 這樣就是叫改文 他如果說 這樣不好 你又比較大座山海鎮也不好 對啊 所以他心裡能接受 嗯 老師都說這有效 這樣他就自我排除的觀念 所以他現在就等於 我上頭 一直說黃老師多厲害 他給他改一改 我現在這樣 他不成我 太快了 其實他就是有這種形 影響到他的心裡 那你只要給他一個方法 能夠排除他的心理 這樣就叫改文成功了嗎 好 那像這個也是好像是屬於 車門車庫 叫做 嘿嘿 也是好像棺材一樣 那如果說你家的大門口 剛好面對大樓的車庫進出 這樣叫做黑洞 好嗎 好 好